看一下这条题 这条题问我们是程序运行时的存储位置 那A选项呢 应该是目前为止同学还没有见过的 那我就初步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A选项 这个数据通路 那什么是数据通路呢 数据通路就是指数据在功能部件之间传送的这么一个路径 就是说数据在功能部件之间是怎么走的 那什么是功能部件呢 我们知道我们将CPU按照功能的不同 划分为运算器 控制器 存储器 输入输出设备 那就是假设一个数据从组存送到CPU进行运算 运算完之后又送回组存 那么它从组存是如何一步一步到CPU 它需要经过哪些寄存器怎么走 那这样就叫一个数据通路 所以很明显我们把这个修饰时去掉 这个数据通路呢是一个路径 自然路径肯定是不能一个 不是一个存储东西的 所以A呢应该是错误的 那么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是说我们知道程序应该是要存储在组存中的 为什么呢 因为CPU只能够和组存进行直接交互 当然和Catch也可以 当然Catch呢是后面才引入的这么一个 为了解决CPU和组存 它们在速度上无法进行匹配的问题才引入的 所以K所以组存应该是程序运行时的存储位置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啊 C硬盘是属于辅存部分 假设硬盘是程序运行时的存储位置 那么我们一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那CPU要调用它 里面的某些数据 是不是要先访问组存 组存没有 再访问辅存 那这个速度就太太太太慢了 就无法满足我们CPU的要求 所以很明显 答案C也是一个错误的 那么看一下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大家知道 操作系统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软件 它是帮我们管理硬件资源的 所以它的本质上呢是软件 自然也不是一个存储器 无法存储东西 所以这要题的答案呢 应该就选择笔 这要题讲解结束